温泉吃辣椒挑战赛 坐标是江西宜春 温泉吃辣椒 这么个色香味俱全啊 是吗 你说大家都泡在这个温泉池子里头 一边泡一边吃辣椒 这还分男汤女汤的呗 对呗 就说人家还不是坐在池子里 是蹲在池子里进行比拼啊 而这些挑战者们呢 来头也都很大 分别来自于江西 湖南四川等地 听听这几个响当当的地名 那可都是老干妈的故乡啊 这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比赛现场的情况啊 这位呢已经吃到了双目涣散啊 辣到了怀疑人生 这眼神都不能对焦了啊 当然还是很专业的啊 不过请您放轻松 不然您跟这两位学学啊 狼吞虎咽二人组 一位是眉飞色舞 一位是云淡风轻 我参与我快乐 最后这场比赛现场有点震撼啊 一位挑战者呢 正从铺满辣椒的温泉池中起身 嘴里还叼着没吃完的辣椒呢 瞅那头发甩动的姿势 似乎有点绝望啊 所以说究竟谁是本场的MVP呢 马上为您揭晓比赛结果 最终呢 来自宜春本地的挑战者 就是涂上这位啊 以一分钟吃下二十个辣椒的成绩 独得冠军 获得金条作为奖励啊 真辣王啊 我说妹子还是本地的辣呀 三十个辣椒 最终的传军 至少跟何元 对